日本人 日本人需要我這雙看得穿地脈的眼睛 那我就送給他 麻雀 麻雀 老爺 嚇死人的 不會進門牽牽禁報 老爺 有人看見陳鐵進城了 陳鐵 陳鐵 就是那個 陳鐵 下去下去 是 陳鐵 好 我有種預感 非翠王的線索 就在陳鐵身上 我會知道 讓我來 我來 我來 你去 你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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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师傅的遭遇你都知道了吗 我都知道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冯仲才婚那么做 是啊 原来我以为 他只是想和我大哥一针高下 却没想到 他能干出这种千人恨万人骂的事 冯小姐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父亲 张县长马上要召集各部委员开会 讨论冯仲才的问题 是要重压他吗 不知道 冯仲才罪孽深重 不重压不足以平民犯 孙师傅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孙师傅把自己的眼睛给歪了 是真的吗 是谁干的 你真不清楚吗 我现在要去开会 我现在要去开会 开会以后我可能都知道了 那你要是搞清楚了一定要告诉我 我 我听说 我听说这事跟我爹有关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爹不会这样的 我爹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他真的不会的 孙师傅 你说是吗 那我先去开会 你不要着急 将来 向她一大师寸长年故事呢 你得拭忍�才着孤寒奸集好 你得拭忍不一样 也拭忍不一样 哎善奸的女儿呢 别理他 不理他 不理他 他谁想的 快出来 嘿 咱们可别到善奸女儿做一生 这 这不脏了 十 该啥 该啥 有点出来 撞死 悲悲 悲悲 村长宁师父的遭遇 引起各界人士的混 要求派人处决冯仲裁的人不少 为表慎重 今天请来政府各部委员 开会表决 同意处决冯仲裁的 请举手 好 到会的二十二人 通过的二十一人 我很痛心啊 但是 我代表的是抗战政府 不得不做出决定 处决逢仲裁 这个 这次行动一定要小心 这次行动 我是罕奸 你输掉的不只是一块赌石 你输掉了毕生的美梦 输掉了国魂 输掉了气节 输掉了一个至死不悔 爱你如山的好女儿 所有人都说我这罕奸 给你个警惕 也是最后的宗告 唐日人 我壮年的时候丧尽 我把一颗心都放在女儿身上 你却骗走了我的敌人 最后再拉着我吧 这是你的一线生计 立刻离开腾冲 向抗战阵部投降 你还可以保有你最后的一点尊严 灰卡 灰卡 我在灰卡捕述给你 你拿走了飞翠网 让我在雨夜街鸣声遭避 这一人什么气都可以赌 就是别跟钱赌气了 是万你还说是区区 又来说你们区区 老爷 你喝醉了 你不能再喝了 滚开 所有的唐厨人都看不起我 你来冷暴我 我知道你怎么想 老爷是罕奸 让你丢人 没想离开我 没想离开我 你走吧 走啊 离我远一点 让我安静一下 娟儿 娟儿 你走了以后 爹很想你 爹现在没人疼 没人爱 我都弄清楚了 崔师傅是我爹害的 你们开会 就是在商议 派谁去处决我爹 你们都对我保密 大家都躲着我 周围的人 都离我远远的 爹感到孤独 病人的时候 爹里会做噩梦 我梦到孙师傅 我都没了燕京 燕京 疼出人的眼里 充满了血死 仇恨地看着我 你们婚姻最后 怎么决定的 是处决我爹 还是给他一次忌讳 啊 你不敢告诉我 就是说 我爹 我爹没有活着的希望 没活着的希望 冯姑娘 你听我说 今天我们开会 是这样的 孙师傅 现在没有人愿意帮我 我就要求你 我求你帮帮我爹 去求点大家 让他再给我爹一次机会 好 就一次 孙师傅 我求你了 我方仲才走上了绝路 我回不了头了 我去他我爹最不可舍 可他毕竟是我爹呀 我离开他 我已经觉得内疚了 现在看着他死 我不能去救他 我的心痛的都快裂了 孙师傅 我求你了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 你救救他 救救我爹好不好 救救我爹好不好 孙师傅 你听我说 这次恐怕拿我的命去换他 都救不了你爹了 哎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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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救我爹 我不怨你 你不是他的亲人 你不是他的朋友 我是他的女儿 我不能眼睛地看着他去死 我不能看着他像狗羊 被你们杀了 唐人想跟我斗 还早着呢 别以为我会怕你 别以为我会后退 别以为翡翠王就是你的 我要回藤庄 我要回藤庄 劝我爹 我就能投降 我要回藤庄救我爹 放过来 你不能去 别混了 你爹觉得好累 好累 你 你 听我说 你现在回去就是送死了 日本明倒是在找你 送不送死是我的事 你可以看着我爹去死而不去救他 但是我不能 你怎么救我 你爹是罕见啊 你不是也当过日本人的奴才吗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爹是罕见 你不要忘了 那个东景一直想娶你做老婆 你就这么关心 你不是把你自己往他床上送吗 孙东彦 你就是这么想的 对 东景是要娶我做他老婆 可是我当时是想死的 我不会有自己 谁车老板救了我 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你不是正在向日本人贤卖 要把我爹的赌势 借出本次来献开日本人吗 是啊 哎呀 就要到日本之中 我就是 以后 他把我扛下 活着 你 我 始終 我 冲 我 非家王 非家王 我看到你了 我看到你了 非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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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走 我不拦着你 你是不是瘋了 你放开我 我要去救我爹 你快回去 放开我 这儿 这儿 我还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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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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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们在说什么 我让你查匪罪王的事情有结果了吗 我 老爷 我还没有打探到新的消息 小星儿 你们刚才在嘀咕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说 我们在说小姐呢 你在阻止小六告诉我匪罪王的下落 不是的老爷 我是真的没有打探到新的消息 没关系 你不告诉我没关系 我心里明白 匪罪王他在哪 他就在陈铁的身上 杨大哥 该说的了 我都写在信里了 我爹肯定 是我爹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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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若不停 任凭政府处置 我已无憾 拜托杨大哥 一定要交到我爹手上 龙小姐 别难过 你是这样的人 我心里最清楚 我杨大敬重你 你放心 托给我的事 我一定完成 都行 放心吧 这天我一直盯着唐宇仁 对他的出入规律 已经掌握得很清楚 干掉他的时候 来 来 剪刀 石头 不 待会儿人家赖皮 好了好 睡觉去了好不好 睡觉 主书说故事给你听 好吗 没什么好灵灵的 小心 收拾好了 你要走啊 是的 老爷 街坊的人都说了 这是汉奸主的地方 我在街上 还被人指指点点的 是 是 这是汉奸主的地方 你想走 走吧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要杀了你 替我大哥报仇 我一直在等你 你大哥临终前的托付 我会让你明白 别跟我胡扯 今天我要在我大哥的门前 处决你这个叛徒 用你的血 寄给我大哥的亡魂 我有何一刀的信 看过他在做你的决定 江流 老爷 你要去哪儿 我 你要走 我要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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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知道老爷对我好 可是老爷您 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不好说 我来听你说 老爷当了罕奸 我感到羞耻 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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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 牛耻 羞耻 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现在就去冯家 走 杨大 你来干什么 我找冯老板 你找我们家姥爷干嘛 我替冯老板 冯小姐送封信 我们家姥爷现在已经是万人痛恨的汉奸了 你要找他 怎么样 咱们这些东西 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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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左邊的紙幅 把紙幅放在下 我用左邊的紙幅 把紙幅都放在下 我用左邊的紙幅 紙幅中很難充分 把紙幅放在下 我先把鞋子弄好 你们俩在这里等我 咱们进去 郑立 杨大哥 你怎么也来了 你是来为你师父报仇的吧 对 我要杀了这条狗 为我师父报仇 他不在 你把他给杀了 我没杀他 他真的不在 走吧 阿姨 他真的不在 快走 不 我要杀了这条狗 这里马上就不安全了 走 快点 动作动作 快 要了吧 我走 坐下好吧 坐下 赵爷 江大 奶奶父亲好 春花好 想过吗 想 你唐叔再见吗 老爷出去了 我来替冯轩送封信 没有找到冯正才 我就顺便过来看看大哥和冲儿 既然他不在 我还得赶紧走 哥 就这封信 是冯娟写给冯冲才的 没有找到冯冲才 你就把这封信 交给大哥 好 冲儿 乖乖的 再见 再见 来 咱们玩啊 张六 张六 冯老板 您在这儿 什么事啊 张六让我盯着那帮人 已经到了来凤山 可能是在挖翡翠王 好 好 谢谢你 回吧 是 冯老板 我走了 来来凤山挖东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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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王 他们一定是在把翡翠王 报告宫警阁下 韩武最新情报 唐玉仁的那块大翡翠王有了下落 在哪里 现在这些董事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 我很快就会得到翡翠之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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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听我父亲 谈起冯唐两家的世代恩怨 语气中是尊敬和遗憾 我记得我初出茅庐 在个初生之赌的眼中 你是一个成熟伟岸 光芒四舍 在腾聪欲解 呼风唤雨的大人 而今寸师傅那双眼睛 并未把你下血 你这人生依然两眼昏芒 你的心发美了 看不见阳光 你对翡翠王的痴狂 只是名表层获于皮下 你和内心的争战总是落败 你看不到自己的灵魂已经扭曲 面容已经起了变化 对 这也是你内心同样的困惑吧 你只看到别人的罪恶 可你看不到他内心的痛苦 我的人生早被你偷走了 你偷走了我的梦想 霸占了我的翡翠王 你让我过着我不想过的生活 我做着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问你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逼我做这样的事情 我一生的梦想 打批了一辈子的心血 如今一步之遥我就可以唾手可得 可是房唐良家的恩怨 除了赌出一个输赢 怎么能一笔勾销 你的眼神告诉我 你内心的不安 疑虑愤怒和无奈 你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是难以惜口 一直一来 你的贪婪好胜 自负嫉妒 不可一世的气 只是在虚张声势地掩饰你内心的恐惧 你要赌什么 翡翠王在你心中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你人生最终得到的又是什么 我心意已决 我毫不在乎 你以为你手中还有什么筹码 你我之间的故事 马上就要结束 我不知道人生的终点在哪 但这样的不确定 你不愿意 这些人 应该不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这并不愿意 你这么说 他就不愿意 我愿意 一ériBS 滚 我没去想天歌一方 当生命的大仙一刀 没有什么通信 这场赌石之争 总有它落幕的一刻 就当是赌酒一杯 我也会一饮而尽 这才痛快 记住 我们都曾拥有 共同的美梦 翡翠王的传奇 造就你我一生的职财 你可以告诉我 现在你拥有它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人不能快乐地活着 什么意义都没有了 不管你是什么 在今 我今生最大的对手 虽然这在我心中是不存在的 我从没有看不起你 天地间一个传奇 岁月中 岁月中 几朵磨灵 岁月中 几朵磨灵 天地间几朵磨灵 天地间凝聚灵情 永远就无法互被逼 祝你 拥你 拥你才却 泪 上里四里 断灵 是 相伴于 与你 雨 你就是光 我就是云 我心如云 醉是粉碎劫争不云 你就是光 我就是你 我心如云 任凭飘着美丽不情 我心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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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如云